感召圣基第30多节枪佛证明了如来证法 新闻日期 2014年6月3日 洛杉矶讯 第30多节枪佛文化艺术馆是世界上专一展现 佛陀觉亮五名圆满成就为宗旨 第一座以第30多节枪佛为名的文化艺术馆 将于2014年6月7日开馆 开馆前第30多节枪佛发生了一段极为盛秘的事迹 在第30多节枪佛行旅中 出现了鸟群飞到枪佛市县白米远处 泊水潭跳线舞火同暴雨伴舞的场面 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 公元2014年5月19日 第30多节枪佛当时到墨西哥访问 随行人员20多人 这天下午5点多 墨西哥裔的导游 在带领塔门一行人参观了墨西哥市 美里达市美里达的东边的一个玛雅古迹后 反乘带塔门顺路参观 Jemisonville度假酒店 这是一个由农场庄园改成的高级度假酒店 当第30多节枪佛与两位顶级的圣德 坐在二楼的咖啡厅窗子旁的圆桌 窗外正前方约100米处有一个长方形的游泳池 第30多节枪佛召集随行人员宣布说 今天你们随我出来旅行 开了很多风光眼界 但今天要给大家看一幕 你们没有看过的神奇之舞 等一会儿 将会有很多鸟飞到游泳池来跳蜻蜓点水舞 这些鸟会俯冲下来 在水面点水穿梭 将脚踏在水面上 然后凌空而上 这也是神鸟点水舞 雨停以后他们照常会表演 当时众人往窗外一看 一只鸟也没看到 但是想到第30多节枪佛专门把大家叫过来 说这将马上发生惊世奇迹 那就一定会发生 都瞪大了眼睛往窗外看 不过还是有人有疑问提出 可是那鸟沾水后还能飞得起来吗 它不就栽在里头了 栽进去不就淹死了 第30多节枪佛 此时问随行人员 现在你们看有没有鸟 众人回答 一只都没有 连影子也没有 枪佛就说 如果你们要怀疑他们不来 或者要栽进去淹死的话 你们等到看 干脆这样跟你们说吧 如果这些鸟不在游泳池上面跳舞 我的说法就是斜肢斜剑 如果他们来了 我就是真代表 十方诸佛的第30多节枪佛 相反 那些诽谤我的法王 活佛 尊者 大法师 不是妖人就是骗子 只要他们来了 就可以说明了 大家等到观看 并且 会突然请客之间 天神降暴雨 一两秒钟降下来 火到一起伴舞 但这些鸟不会被鱼打跑停下来 马上你们看 来证明是第30多节枪佛说正法 还是邪法 诽谤污蔑的人 是不是妖人邪师骗子 大概仅仅过了一分钟 果然就有很多鸟飞来到了远处的游泳池上空 其他地方都没有 很快在游泳池的上空盘旋翻飞 有的开始在往下冲 不一会儿 这些鸟就如同枪佛几分钟前预告的 从空中俯冲下来 脚踏在水面上 突然又飞快冲上空中 如此循环反复跳舞 枪佛说 马上下暴雨 大家心里莫数一 二 果然不到两秒钟 突然暴雨降下 这些鸟果然不停场 继续配合暴雨起舞 没有被鱼打走 枪佛提前预告完全兑现 证实真身佛陀再来第三十多节枪佛的佛法是如来正法 而一切诽谤佛陀者均是妖人邪师骗子 为了见证这真实不虚的圣境 亲眼的见此一书圣无比圣迹的随行人员与佛弟子们 将当时的情形集体签发了证明 发下重视 担保所写为铁证的事实 如果所写的是伪造虚假的故事 而不属于真实的事实经历 他们今生不但不成就 必堕无间地狱 受尽诸苦 所言属实 今生必然超凡入圣解脱成就 愿所有众生都能学到南摩第三十多节枪佛的真正如来正法 当时全程都录了影 这个录影实况包括了一目目真实画面 印证了佛陀的绝量 该实况录影作为 HH第三十多节枪佛文化艺术馆的县礼 将于开馆典礼播放此一无比输胜的录像 该录像将发放各界人士 出具证明的人有宣慧 文力 白马多级错母 恒生 龙智 款 家伟点八 四德级 赤绒着马 格桑曲针 人亲怯赞 顿珠 通常等13位发下重视签署的证明书中说 这个事实看起来很平淡 但是 如果我们仔细想想 就不难发现 第一 这个地方十分偏僻 除了墨西哥导游 我们没有人来过这个地方 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位置 不知道这里的布置 不知道这里的一切 也不知道这里的一切 也不知这个地方有什么鸟 第二 在羌佛宣布这件事的时候 大家清楚地看到池子上面和上空没有一只鸟 第三 鸟并不是人 没有办法跟我们说话沟通 人也没有本事通知鸟 指挥鸟 鸟根本没有本事通知鸟 指挥鸟 鸟根本没有本事在水上点水跳舞 更何况隔我们一百多米远 既然如此 那么为什么枪佛能在两三分钟前提前告诉大家说 将会有很多鸟要在几分钟来到游泳池上空 而且必须表演惊世奇观的点水舞呢 更威震的是 宣布天神将在一两秒钟 突然下暴雨来与鸟伴舞 鸟照常不会被鱼打走 继续起舞 果然出现了这确切的一目精式画面 印证佛陀的功部属实 这不仅仅是一个预言能代表的问题 而是超过预言百千万倍的真谛佛法 充分证明佛陀的世界与我们众生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说明佛陀所告诉众生的佛法真理是真实不虚的 说明众生必须按照佛陀的教导修行 才能真正进入佛法的世界 因为佛陀是唯一最至高无上的聚圣德 第三十多节腔佛了解的一切真理事实 我们根本无法知道 我们必须按照第三十多节腔佛的教法修行 才能转凡夫的境界为圣人的境界 才能进入佛菩萨的世界 你不要认为南摩第三十多节腔佛说塔是一个惭愧者 没有本事到横喊飞鸟水上跳舞 喊天神下暴雨与鸟伴舞 这一圣机现象是大家的因缘巧合 他没有这个功夫 其实这才是真正佛陀的至高无上之舞我佛德 你仔细地想一想 哪一个法王 佛佛 法师 圣者能在没有飞鸟的情况下 提前公布飞鸟们会马上来水上跳点水舞 只用三分钟内很多飞鸟真的就到水面上献舞 见其团团水花 我们可以认为这不稀奇 但是在一只鸟都没有的状况下 打开录像机严肃宣布会有很多鸟马上来水上跳点水舞 这句话可不能由佛陀的身份随便说出口的 如果没有很多鸟来 怎么下台 而且宣布说两秒钟内天神下暴雨伴舞 话音一落 马上暴雨两秒钟降下 伴同飞鸟起舞 这就不是稀奇不稀奇的概念了 而是超越了稀奇确切的佛陀圣迹 这除了佛陀 无论什么圣者都办不到 也没有这个至高的佛法道量 因为历史上没有任何高僧法王活佛做到过 现实中无论什么大法王 大活佛 大法师也没有人做得到 几千年来唯一只有第三十多节羌佛 由此如来正法佛得感召 更况在十几分钟时间就返老回春 这又哪里是什么大祖师 大法王 大活佛 大法师能沾边的呢 真正的佛陀降世了 你怎么不赶快抓住这一机会 找佛陀去修行学法了生托死呢 而你是必须很快就要死了 这一天你躲不过的 很快就到了 一口气不来死了 你的阴魂 也就是你现在的本人灵魂中 世间曾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 再多的钱分文也没有了 食物没有 房子没有 一切都没有了 在阴界你能看到你在世的亲人 但你叫他们 他们听不到 这时你只有孤独痛苦万壮 饥饿 恐慌 是黄泉无履垫 今夜宿水家 这不是在下你 马上这一天就到 是给你明摆住的事实 你必须经历死后的孤独恐怖 极大聚集的痛苦 无有了期 唯一只有趁现在学到如来正法 才能成就 脱离死这一关的恐怖 赶快找佛陀学法 你错过这一世 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等到的就是阴魂孤独痛苦无救